一是不能拖,人生来便有惰性,拖着拖着就晃了,一辈子就短短几十载,经不起去浪费,不要计划一堆,最后都没能去执行,人的区别,不在智商,而在执行力,想再多都不如踏踏实实去行动,无论结果如何,你都能得到收获,时间不停短,你不前行,别人就走远了。 人和人的差距,就是这么来的,人这一辈子,时间就那么点,别让自己过得太窝囊,用心去经营好自己的生活,好日子多一点,坏日子自然就少一些,无聊的时间就是自我提升的时间,人生很短,别让自己过得毫无意义,人生很贵,记得活出属于自己的天空。 二话不能多,饭吃八分饱,话说三分足,互从口出,言行要记得谨慎,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,万千事件,鱼龙混杂,奔红酒绿,对外来的世界要抱有警戒之心,世界上好人有很多,但是坏人也不少,如果没法去鉴别,就学会保护自己。 说话是一种本能,把话说好才是一种本事,语言不是将军点兵,越多越好,有时候说多反而容易错多,一瓶不想,万瓶框当,当你的能力尚且不够时,话太多往往给人浮躁不踏实的印象,人幼时只用三年就能开口说话,但是,或许是要用一辈子去学会闭嘴。 三人不能做,焦宝要诚心,太多反而会没有朋友,坦率善良,落落大方才能拥有好人缘,你的言语,你的行动藏着你多年的修养,从中可以看出你读过的书,走过的路,做人做事,心要真诚,也要善良,懂得理解,宽容,自然会变得大度。 俗话说,不做就不会死,人可以有小脾气,那是你的权利,但是不要做得太过,相处,靠的是真心,而不是套路,别把爱你的人一个个推远了,到时候找不回来,哭到来不及,人生值得尝试的事情有很多,但是众叛清理的滋味没有必要去经历。 人生不易,千万不能越活越糊涂,做事要因得轻,把握好尺度,十二个字,足以应对一生,记住,事不能脱,话不能多,人不能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打赞了。